在北京西二环内的大祥凤胡同,有一间还保留着民国时期部分建筑的老北京四合院,并且这里还曾经是公王府后花园。近日,中心设计者来到这间古朴的四合院,聆听老北京四合院的百年历史。 以前这边这一片,然后都是公王府的后花园,就是当时公王府的外宅那个建园,就是在现在的小祥凤胡同,然后现在的郭墨肉故居,当年也是这个就是公王府的就是那个马厩。 公王府在当时的话就产权几斤斩,这一块的话应该是前房住的爷爷,当时他们几兄弟,然后在这一排,然后建了四个四合院。 吴征凡目前是这座四合院的租户,三年前出于对老北京文化的热爱,他租下了这里,并将其改造成为一间民宿。 从四合院的外门进来,具有百年历史的房梁格外吸人眼球。 吴征凡介绍,这座四合院的很多地方都保留了古代建筑。 目前屋子里面就是保留的比较好的就是古老屋建,一个是北方的就是这个屋梁,然后这个梁跟柱,然后都还是当时的那种就是老木头,然后保存的很完整, 看起来很有感觉。 我身后这两棵枣树就已经有了两百多年,按照和珊的生猪年月来算的话,也许和珊当年还给他,还摸过它呢,还从他摘个枣子吃过呢。 除了房梁和枣树,整个四合院屋顶的瓦片也都是民国时期保留下来的。 虽然观赏性不如现今各色的房谷屋顶,但实用性却更胜一筹。 这一条胡同吧,大概也就是我们这个院子跟隔壁这个院子,我们的就是屋顶,这个就是屋顶,就是这个瓦并没有去翻建它。 然后据说现在夏天,也就我们两家不漏水,不需要去每个夏天去维护这个房顶。 因为好像就是当年的这种建筑艺术感觉好像匠人会更用心一些,所以就是我们现在这种老屋顶的话,反而不漏水。 吴征凡介绍,目前这间四合院估价为1.6亿元人民币,作为民宿的价格是每天一万两千元。 现在,这间四合院每天都会迎来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。 吴征凡说,很多人都对这种代表着老北京文化的四合院赞不绝口,甚至很多外国游客也非常喜欢这里。 外国的朋友看到这个院子的感觉,通常说,哇塞,你这个屋,你这个就是屋娘好漂亮,然后双头露台也说,哇塞,露台好好看。 然后早上就说,哇,我昨天晚上睡得好好。